他第一次让我去医生做个医生多好呀 我都没跟他们说 然后回去跟他们说的话 就一个月没得过 我吵架了 他们当时说让我感谢或者是走 家人的强烈反对 外界的异样目光一切都不奇怪 对此病葬专业学生们有着各自的应对方式 其实有别人要是主动的学生专业的话 我尽量不说 他说太好说 有的人就觉得这个专业很危险 然后但是我自己的话是很愿意跟别人 就告诉别人 我这个专业我是读什么专业的 我觉得很多时候别人就对这个专业的误解 很大程度上是有于信息不对 电脑的时间